我們學長不敢不敢不敢 我是49年次 蕭凡二期 是第二期的 學長好 我們在學校可能就是 有的機嫌是前後期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賀靈寧賀學妹 跟我是同一屆的 然後呢 我們都是運動間家 他又是女子派球隊的校舌隊長 可是我們在學校完全都沒有見過面 像黃立法跟黃宿健 黃宿健你們兩位 也是跟我同屆的 戲碗戲的 也是沒有見過面 就很神奇 就是幾十年以後 在這邊見面 我們成長的校友 畢業的人數非常多 非常多 然後在各行各業的展露 偷小的也非常多 應該是累積起來來講 有的是 有的是還在努力當中 那有的曾經揮黃騰打過 不管如何來講 是對校友的力量 集結起來 是非常非常的可觀 我們共同來做幾件有贏的事情 現在我們所努力的是其中之一 好 劉丁潘 劉學長 請您 發表一下您的意見 好 各位學長 大家好 我常常說那個新龍熊阿龍 是Mission Impossible Maker 這個台灣人做不出來的事情 就找他了 馬特拉不拉的時候 他就把他拉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給王學長 再一個掌聲來好好鼓勵 這邊是陳大校友會 那校友會的第一屆總幹事 那時候還不叫執行長 就叫總幹事 就是王學長 我是2000年 就13年前 在這個地方擔任校友會的會長 這段時間很少看到我 那天終於看到了 看到一個人 慈眉善目 人高馬大 來 手上提了個籃子 籃子裡面裝了一些刷子 瓶瓶罐罐 然後告訴我 這就是王學長 我說 王學長這我酒養 我說你來幹嘛 我說 我說你拿這些籃子幹嘛 我說我們那個廁所上的籃子 聞到有點味道不得不 所以帶了一些消毒水 帶了刷子 把廁所洗刷乾淨 從這麼微小的地方那 把我本來就已經很敬仰他的 更覺得這個人是 我非跟隨他不可 那王學長他提到了這個 無名市分享園區的這個計畫 那我是覺得這個實在是很需要的 因為我 這是我太太 我母親跟她母親 兩個人 我母親已經不在了 但是也只不過是去世了兩年 那麼兩年前她93歲 早上睡夢中就走了 那麼岳母還在 姐現在94歲多95歲 那麼還每天能夠游泳 那我算是很幸運 可是即使這樣子這麼健康 這麼高齡又很健康的這個母親呢 還是有點傷腦筋的時候 因為人到了某一個年齡 總難免會有些地方 他的想法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只能服侍他 絕對不能管他 我們都被他管的 這是王學長講的 是 不管怎麼樣 老人家 這個 確實是很需要 一個好的一個環境 來被人家服侍 那我們更看到很多 很困難的 有的朋友 好朋友 父母親 這個高齡 然後 找不到 就是說 在照顧上 非常的困難 我們自己年齡 也慢慢接近了 要人照顧的時候 所以王學長這個想法 我覺得實在是太好了 雖然我知道這很難很難 但是我願意做他的這個藝術 那麼我別的長處沒有呢 這個簡單的網頁我會寫 那麼王學長有什麼想法 他的這個寫出來的Email 都很整齊 我只要直接把他這個 剪貼一下 就可以貼到網頁上 然後呢我知道 像我們現在Facebook 我也常常在玩 Facebook有他的好處 可是 他的資料很不容易去再去找他 一進入Facebook以後 往往就進入一個大聲明裡面 大菜市場裡面 你要再找他就比較困難 但是網頁呢可以很好地保存 也可以配合很多照片 甚至於這個表格 還有他有個好處是可以很容易可以更新 非常多的好處 那所以我願意呢就是在王學長的這個想法當中呢 我盡一點點力量 那麼像安基建築師事務所 那麼好的這個建築的功力我沒有 或者其他這個醫療的這個這個什麼方面 這個能力我沒有 但是盡自己一己之力啊 然後成功不必在我 也許在我們走上不一定能夠成功 但是我們有盡力 有十的十次方的人參加進來的話 這個事情一定會做得很好 以上是我個人的一種看法 謝謝